各位大家好 我是靈異科技的Ryan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MUIT的安全档案传输管理 那上次我们有介绍到MUIT的Transfer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MUIT的Automation的这个模组 那有关MUIT整体的一个操作 以及它的一个运用的一些场景 会在今天的一个小学堂里面 来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 那我们还是一样看一下我们的MUIT的 这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的这个架构 那上次我们有讨论到了我们的Transfer的这个部分 那如果各位有对Transfer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操作 跟它的一个使用运用的一个场景 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上一支影片的一个介绍 那今天我们主要会在讲这个Automation的这一款 那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它主要是放在受信任区里面的这一台Server 那它主要的一个工作就会看到就如同我们这边会有一些间接的一些主机 或者是外部的内部的你都可以去做一个资料上的一些扳移 或者是做交换的这个动作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在Automation所提供的一个功能 那所以它的一个运用场景就是让我们可以去取代 我们可能在原本企业里面它会去自行撰写脚本的这个动作 那譬如说可能原本有一些企业它会在两台主机端去产出不同的一个档案 那这些档案可能得必须去做一个资料上的一个交换 那这时候企业往往他们的一个自行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式 就是自己去撰写这个脚本 但是其实我们看其实会有遇到蛮多的一个问题 那包括了你没办法知道你的这个脚本是否有正常运作 那也没有相关的这些机核或者是操作的一些记录给我们管理人员 他完全不知道这个脚本的一个运作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常常可能都是等到这个对方跟你说 为什么我没有看到这个档案进到我的Server 那这时候我们才去查你的脚本 才发现这个脚本没有正常的在做运作的这个状况 所以在Automation这边的话 我们主要就是做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档案的一个传输 那我们的管理者或者是我们的一个主机的一个管理人员 他不用再去花这个心力去撰写他的一个脚本 或者是去维护他的脚本 那并且也能够提供一个完整的一个运作的一个状况 以及档案传输的一个状况 给我们的管理者知道他的一个档案的一个交换的一个状况 以及他的一个完成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 那所以只要两台主机端 只要我们的主机端有资源我们这边所 呈列的这些协议 你都可以去把它加进来去做一个档案的一个交换的这个动作 那在我们的仪标板里面你可以去看每一个任务执行的一个结果 那以及每一个档案执行的一个结果 那有时候你可能任务成功或者是任务失败 那当任务失败的时候 你又想知道是哪个档案所产出的发生的问题 那你就可以从档案类型这边去看到 针对每一个档案的一个成功跟结果的一个失败的一个状况 来去找相对应的一些问题 那在任务清单当中 我们可以去建立多个任务来去执行 你想要颁译的这些档案的部分 那其他的一个运作的一个连运作的一个过程 以及他的一个操作的一个过程 都非常简单容易使用 那主要的话我们会依照这个任务排程的这种精灵的这种概念 来去做一个设定 那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就会去设定你的一个来源端 那以及你的目的端 那以及你可以去设定一个排程 你哪时候要做这一项工作 那以及你可以去做一个动作 那比如说当他执行成功的时候 你可以去执行下一个任务 或者是当他执行成功的时候 你可以去发一封邮件通知我们管理人员 那右边这边就是他的任务执行的一个结果 那针对每一个结果你可以去点选他 他会有一些详细的这些记录跟log 可以让我们管理者来了解到 那本身上面的话 在报表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你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时间 以及任务排程的名称 以及你的一个来源端目的端的一个路径 还有以及你的一个执行的一个结果 还有档案的这个大小的这一个部分 那这边我们就来看一下实际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界面 那在我们操作的界面里面 我们主要在一开始我们去建立我们的host 主要我们会建立两台主机来去做一个当来源跟目的的这个主机端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新增你的一个来源 那主要就是看你的一个来源主机端 目的主机端 他所支援的协议是有哪一个 那譬如说我们这里有一键的一个fire mount 那他可以允许我们做SSH的一个登录 那我们就可以去新增一个来源端为SSH的一个登录的一个主机 那如果我们今天要把这个fire mount里面的备份档 翻移到另外一台主机上面 那我们就会去新增另外一台主机 那譬如说我们想要翻移到我们的transfer server上 那你就可以去点选这个transfer server的这一个主机的一个设定的一个页前 那这边的话就依照我们的一个资料内容来去做一个填写的这个动作 那这边我们已经新增好一台transfer server的这一个设定 那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一台来去做使用 那当我们主机端设定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按task 那这边的话我们也设定好了一个排程的这个部分 那在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里面的一个设定内容 那这里你可以看到它主要就是我们去做一个来源的一个新增 所以这边来源的新增 我们就会去选择我们的一个来源的一个主机是什么 譬如说我们要从fire mount上面去搬移到我们的transfer上面 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去选你的fire mount主机 那目的端也是一样 就是说你要搬移到哪里 那我们就去选择你的一个目的端 那目的端我们可能是要搬移到我们的transfer server上 那你就直接选transfer server就可以了 那就如同我们这里选择的这两个项目 那我们看一下里面的一个设定内容 那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在我们的一个来源的部分 我们要在fire mount这台server上面 针对这一个路径的这个资料夹搬移这一个档案 所以你就可以去选择你想要搬移的一个路径 或者是你的档案来去做一个点选 按确定 然后这样就完成你的一个档案的一个设定 那另外你要搬到哪里 你就可以从这边去做一个设定 那我们一样看一下它里面的一个设定档的一个内容 那主要的话我们可能要搬移到这个资料夹上面 所以你可以去选择你想要搬到哪一个资料夹 譬如说我们要搬到这个专案A资料夹里面的 这一个资料夹里面来放置你的一个备份档 那你就可以选择save 其实这样的话你就已经设定好你的一个任务了 那再来的话你就可以去选择你的一个排程 譬如说你哪时候要去执行 或者是哪一天去执行都可以 那后面这个就是我们的Action 譬如说执行完成你就可以去发你的email 或者是你要进行下一个任务排程也可以 那这样的话你就设定好一个简单的一个 从另外台server搬移备份档到另外台server上面 那我们看一下在我们的transfer server上面的这个资料夹内容 譬如我们要把它搬移到专案A里面的这一个资料夹 那我们就可以去执行它 那现在我们就直接按让它run 这样的话它就会开始去执行它的这个任务的这一个部分 那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按一下这一个重新整理 来看一下你的资料有没有进来 那目前的话这个资料正在搬移当中 当它搬移完的时候 它就会去做一个勾勾的一个确认 那这样的话就是档案它已经搬移到你的这一台transfer上面 那它并且在我们的moot里面的transfer 也帮你做一个病毒的一个检查 来去确认你这个档案有没有完 有没有受到这种病毒的一个干扰 那当然你可以去把这个档案下载下来 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那这就是我们主要的一个automation 它所做的一个功能 那谢谢各位观看